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我们讲到了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 你看520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 像不像三娘教 就说这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了 我来帮你回答 那除了这些就是我们刚刚也一再讲过的 那么多的弊案突然在短时间内把它丢了出来 丢了出来蔡英文不讲话 你赖清德不敢发现 那现在他们两个又为了一件事情 在那边针锋相对 这个针锋相对是什么是对阿扁特色的问题 因为你赖清德他在隔魁任内 他在市长任内他都主张要赦免陈水扁 那换句话说蔡英文都应该听到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了 当记者问赦免阿扁问题的时候 蔡英文就讲了一句话 我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就打脸赖清德 所以我们针对阿扁赦免的问题 我请到我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 欧教授好 小大哥好 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为什么为了赦免阿扁的问题 蔡英文敢打脸赖清德 这是蔡英文最大的机会 他绝不让陈水扁能够重新再出来 活跃在整个台湾的正安上 因为陈水扁是非常有群众魅力的 陈水扁的演说能力 可以说是百倍于蔡英文的三种力 一旦陈水扁重回江湖 那么蔡英文恐怕就完蛋了 而且过去蔡英文一直没特碎陈水扁 那么就造成陈水扁 其实已经记恨了蔡英文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让赖清德 把他给放了 那我认为蔡英文恐怕就换他 成为倒数技时了 也就是蔡英文下台以后 变成是他自个儿要担心他自己 是不是会被撞到牢里面去关了 这一来他当然既要打陈水扁 也同时要打赖清德 以免他将来在一年后 恐怕就要失诚台湾的某牢狱之中 有话的 对的 因为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实赖清德主张赦免陈水扁 也是在蔡英文的内内 任内她就要主张赦免 况且她是公开讲 也公开呼吁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没有理她 到了格魁的时候 她说她还是讲同样的话 但是她突然讲 这个是蔡英文的特权 不关她的事 她只能建议 那你也建议了 你也主张了 蔡英文难道没有听到 当然听到 但是她居然讲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中蔡英文任内 谁要想赦免陈水扁的话 蔡英文是绝对不干 但是我们话现在说了回来 就有两个方向 就是第一个方向 她不赦免陈水扁 会不会断 陈志宗的仕途之路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现在立法院的议事堂上 正在修法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对不对 赖清德也不敢再讲 要不要赦免陈水扁 他甚至于 他成为民进党候选人 他也不讲了 要不要赦免陈水扁 所以阿扁不是说 他北上的时候 他告诉赖清德吗 我要上来啊 你要延续我那个 陈家的政治相伙啊 赦免的事情呢 你最好讲一讲啊 那赖清德已读不回 从这三个人的三角关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阿扁现在已经对赖清德 抱怨很多 如果赖清德真要选下去的话 马上面临一个状况 高雄跟台南的票 除非赖清德不要 否则阿扁会对他死缠烂打 欧教授那你认为呢 因为台南高雄啊 民进党的基本盘还是真的很大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都知道 绿营了 如果最后谁是真实的候选人 绿营的票还是会归队 所以赖清德现在啊 还是要先过一个关 也就是他真的能够 实质了11月20到24 真是他去登记代表民进党参选大会 可是我们怎么看越看越想 连诈骗极端 跟整个府方的秘书长啊 或者是警方的最高首长啊 全部都已经和在一起 这种新闻啊都已经登出来 而且还有媒体的高级主管 那各位啊 这几乎是已经要让赖清德给玩完了 就是非要他毕明不可 你认为赖清德还有时间管陈水扁吗 当然没有了 刘华哥 赖清德非但不敢管陈水扁的事 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赖清德纵然他要管的话 他绝对现在不敢再讲 我要赦免陈水扁 一旦他要赖免陈水扁 必然造成乱立之间的对立 对赖清德的选行没有帮助 所以赖清德的思考 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 只不过是蔡英文打脸赖清德 赖清德可以忍气吞声 他也不愧是一号政治人物 如果那是我的话 我老早就跟蔡英文翻脸了 毕竟阿扁做过 谁的长官蔡英文的长官吗 但是你连长官前面你都不顾 而且我的建议 你又不准说 想都没有想过 这样子看了起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三角关系的变化 的确会影响赖清德 未来的选行 这一半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欧华哥